《九把刀》這部電影 《九把刀》這部電影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如果你願意到西洋去看 我覺得還是一部不錯 值得看的片子 但是你會覺得很好奇 就是為什麼當年 《九把刀》一直沒有告白 導致後來沒有辦法 真的一起交往 那也許這個遺憾 是每個人內心都有的一個遺憾 但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你進戲院看了之後 應該要對《九把刀》好好提這個問題 為什麼當年軟腳不敢告白 結果現在把它拍成電影 還找了很正的妹 跟很帥的人來演他 我對這一點比較有意見 但還不錯 以國變整體復書的角度來看 《九把刀》也算扮演了一個推手 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話 應該要去戲院回憶一下 你年少輕狂 不敢告白的那個深色年代 你應該會從裡面獲得不少的感動 你應該會從裡面獲得不少的感動 你應該會從裡面獲得不少的感動